狮子被称为万兽之王是力量的象征 但当狮子受伤时 它们会怎样生存下去呢 在一场狂热的生死之战后 狮子的嘴上有一个大伤口 它的下额看起来很吓人 而且非常痛苦 凉水可以减轻狮子的一些痛苦 但它在水下浸泡伤口的时间太长了 鳄鱼来了 退到了海岸线 与每天的威严不同 狮子现在只有一张非常疲惫的脸 我不知道它受伤多久了 肋骨明显印在它的皮毛上 躺在湖边一动不动 看来狮子只有最后一口气来维持生命 休息了很久 狮子试图站起来 但不久之后 它又倒下了 一只受伤的狮子 它是如何经历这场战斗的 战争还没有结束 另一条狮子一直在养着狮子 力量的差异导致狮子倒下了 那条狮子并没有阻止它 短暂的休息之后 它们又继续战斗 这次更加激烈 尽管有无数的伤口 但还不足以使尸的死亡 它试图恢复自己的力量 但这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 它经历了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它的对手是谁 但背部地伤口 和混乱的步伐表明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狮子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狮子是否会幸存下来 是一个谜 对于像狮子这样的食肉动物来说 不能狩猎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段视频中的那条狮子 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它的身体也变得很难受 无法忍受饥饿 过了一会儿就晕倒了 再也没有动静 也许狮子已经饿死了 可怜的狮子 被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 绿色森林里有很多危险 缺少一条腿 会让狮子难以生存 在它的土地上 在黑暗中 狮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它背上长长的伤口 是由另一条狮子造成的 它失去了力量 在每一场战斗中 都有赢家和输家 从林中臭名昭著的掠夺者 并不总是有利的 这是狮子生命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残酷的战斗之后 狮子受伤了 它的眼睛需要时间来恢复 来恢复它强大的力量 狮子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这只可怜的狮子又受伤了 收到了伤害 这两只狮子 用它们锋利地转着 猛烈地攻击对方 它们不断地攻击 这场战斗最后会很艰难 胜负还没有确定 在这两头狮子的恶性攻击下 另一条狮子出现了体力下降的迹象 狮子的强壮牙齿不容小觑 尽管在对手的猛烈攻击下受伤 狮子仍然试图回应 战斗力非常持久 尽管它们都是同样大小的动物 它们仍然决心为对方的生存而战 短暂的休息后 它们又冲向对方 互相撕咬 战斗没有停止 狮子很难保住性命 全身都受了伤 没有力气站起来 狮子的脸侧有血解 前腿也受了重伤 这只狮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与野生水牛的战斗也是如此 水牛和狮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敌对的物种 狮子很喜欢猎杀这种大型猎物的时候 但与以往的狩猎不同 这次狮子病得太重了 所以它又被猎物用尖锐的脚攻击了 水牛不断地撞击着狮子 尽管它没有任何力量来反击 狮子仍然在挣扎 直到最后 看到敌人已经精疲力尽 水牛的攻击更加猛烈 第二头野生水牛的出现 对狮子来说更加可怕 经过激烈的战斗 狮子已经倒下了 呼吸非常微弱 狮子正在尽力打倒水牛 不幸的是 粗心的狮子被水牛弯曲的脚刺伤了 每次抬起牛脚 都会更深地刺进狮子的肉里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母狮挣扎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 现在它只能依靠它的同伴 最后一推 水牛就把狮子放了出来 全世界上流搞的 最后一 オリ 最后一会 make 再血了 这里 胃性 母士与牛群分开 然后迷失在数百头野生水牛群中 他们在野牛群践踏敌人的时候 野牛群把狮子推到了河边 这时的狮子几乎已经死了 被折腾的死去活来 当狮子在像非洲水牛一样大的动物中 被残忍的折磨时 它的死亡是极其痛苦的 忽然 他向天空举起四肢 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似乎在忍受着痛苦 根据专家的说法 狮子的抽搐可以看作是一种癫痫 熊狮不得不面对磁狮 磁狮的攻击性极强 用它们的多数来压制熊狮 战斗开始了 磁狮发出警告 不再忍耐 磁狮的左腿受伤了 他拖着沉重的身体 回到了母狮群 里面还有雄狮 这意味着磁狮又一次安全了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疗伤 一只狮子 猎取了一顿丰盛的食物 猎取斑马 需要很大的力量 但每一次努力 都是值得的 狮子的脸 表明它不是一只普通的狮子 因为要直接攻击一个人的脸 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一只强壮的狮子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感谢观看